背弃盟友紧急撤兵 由外媒就警告 台湾不要成为下一个阿富汗 因此名嘴赵绍康就直接 呛蔡英文总统说 如果台湾也遇到兵临城下 你到底是拿着扫把战 到底还是会逃跑 蓝军也痛批 看到先前官员连疫苗都强着打 台海若发生战事 就怕官员先落跑 阿富汗政权动摇 连总统都先逃跑 赵绍康呛蔡总统 如果台湾被兵临城下 你会辞职走人 还是站到最后一根扫把 台湾要认清的是 美国是不可靠的 那民进党就跟人家讲了说不会 中国不会打 第二个就是打的话 美国会来 那如果中共不会打台湾 我们每年编3000多亿的 国防预算做什么呢 美国花了20年 烧了2.5兆美元 战死了2300多人 美国对盟友阿富汗瞬间割气 蔡政府说台海发生战事 美国一定会来 但这自信从何而来 就怕台湾成为下一个阿富汗 但格奎说得很大胆 戒援台湾38年 不怕被杀被关 我们一定守护这个国家 国民党时代的戒严 跟老共如果要打台湾 会是一样吗 你不是想你个人 你没想到台湾是进入一个 多么悲惨的境界 那就变成森林涂炭 再三强调是不能打 一定要和平 网友呆苏贞昌讲话这么大声 你把扫把给我先拿起来 光讲大话有鬼用 若真的开战先跑的 会不会是绿营大观 阿富汗的总统的做法 就是未来民进党这些人会干的事情 你看光是这次打疫苗 民进党多少人嘴巴上 叫别人去打高端 就自己打国际认证疫苗 看看美国对阿富汗的转身 无情当民进党说 美国和台湾是最好的朋友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信 记者林新线去国号SNG小组台北报道